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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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招不到合适的人 还有一些稳定性的问题吧 然后后面就慢慢地衍生到 RocketMQ和卡普卡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RocketMQ我们之前 切换是看中了它的一些丰富的功能 以及它的稳定性 直到去年开始 我们就基于原来的RocketMQ和卡普卡 做了一些深度的定制 演进出自小朋友自己的 RedEvents产品和Red卡普卡产品 两个也是分别定位于 在线消息队里和离线消息队里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小红书 面临了一些什么样的业务挑战 首先和上面之前讲的一样 就是消息产品还是比较多的 有RocketMQ 卡普卡 RocketMQ 包括当前RocketMQ还是没有恰恰王的 所以我们为了保障三款产品的稳定性 以及说要在上面支持什么需求 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 包括我们的人才储备 其实或者叫数量 本身也是不足以维护三款产品的稳定性和需求的 第二个是公司的语言站还是比较多了 然后像Java C++ Python Go 尤其前三者都是公司的主力语言 份额都是相当大的 那我们其实至少前三项都是要照顾好 而我们的人员精力 以及本身三款产品多余颜 这都是无法服务好的一个点吧 然后呢同样和大家可能面临的问题一样 SDK在公司升级很难 尤其公司在急剧膨胀 然后人员和服务数越来越多 那我们要支持的一些需求和bug fix 都需要去推动升级 这个难度非常高 然后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比较重大的bug去召回 那我们就找了一千个人不到吧 反正就是几百个服务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去私聊去升级 那我们再想写首先出生bug是很正常的 然后如果有新的需求 业务也需要升级 这个耗时耗利效率太差了 然后历史债务也非常多 我写了六个加了SDK 这个其实只是RocketMQ的六个加了SDK 那包括卡夫卡RocketMQ都有 相应的封装后的SDK 以及多元SDK 然后业务也反馈了很多个问题 然后我们也之前支持的 怎么说不太及时吧 比如说延迟消息精度不够 像我们是基于4.8眼镜的 然后RocketMQ5.0支持了妙计精度的 然后这个本身我们也调研后发现 是不满足我们的诉求的 然后后面我会介绍一下 我们是怎么实践一块东西 第二个典型的需求是流量消费不均 就是业务 我们公司对业务也考核CPU指标的 那我们在业务的业务扩容后 或者说本身业务的容器和分区数 不匹配的时候 那就会有流量不均 那有的高有的低 就会造成它需要更多的核数 来扛它的流量 包括还有一种说 它的不同分区的消息 数量也不一样的话 它也会有倾斜 第三个是业务扩容之后 会造成要么就流量倾斜了 要么就扩容了发现没生效 有些业务知道 它可能还来找我们走个工单 可能耗时几分钟 然后有些业务甚至不知道 直接发现扩容了 业务没解决 这时候如果是个故障 那故障时长是非常长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种是 有个业务它有四百多个容器 重启的时候 一轮重启大概是一小时 那重启这一小时 它一直在rebalance 所以它的消费 要么就有大量的重复也好 或者说持续的堆积也好 本身告警也会 如果说它实时也能马上追上 但是对警高继续 告警的那个堆积数 也是比以前高的 所以告警也是骚扰它们的一项 还有一个需求是消费限流 这种在一些 比如说它依赖外部厂商的一些API 或者说下游有些核心API 本身给了它court 那它就必须要限流 否则就超时了 或者被限了 然后还有一种是说 它的计算逻辑是特别重的 特别重的话 它如果流量更快地推给它 它把CPU就打满了 导致它本身CPU满了 可能心跳也出问题 不断地rebalance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 可能消息 它那个消息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它的RPC是很重要的 结果CPU满了之后 RPC超时 都是一些干扰项子 然后还有一个效率方面 就是业务反规测试效率非常低 比如说我两个测试或三个测试 同时测一个系统 虽然测的是功能不一样 但是它都涉及到一个消费者的链路 通过消费者才能触发到它的逻辑 我辛辛苦苦构造了一个Case 结果被别人给实力抢走了 有的业务Case构造起来是特别复杂的 如果被抢走了 它还要去山库重新再搞 这个效率也非常差 以上是我们碰到了一些典型的场景 我们还说到很多很多场景 这里就不穷举了 然后后面也会有些特色的 也会详细介绍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 看看小红书是怎么实践来解决业务的诉求的 首先我们调研了业界现在各个在线引擎怎么玩的时候 我们综合决策下来还是参考了DDMQ去建设的 因为DDMQ那套思路我们实践下来 确实能解决我们上述的问题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架构吧 首先最上面右上角蓝色部分是一个轻量级客户端 轻量级客户端的话它其实是没有状态的 和Rocamico或Kafka不一样 它不会管什么Rebalance 也不会维护任何一个状态 它只有两个很简单的API 就是底层 就是Send和Pol 外围可能封装一些API 但状态是没有的 然后它的代码行数也是非常少 我们总消息客户端的代码行数 也就是Rocamico或Kafka客户端不到十分之一的量 那不到十分之一的量就便于我们去扩展客户端 比如说我们实现一个多元客户端 如果是一个语言属手 不到一周就可以搞定 并且搞得比较稳定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踩过很多多语言的坑 发现在多元客户端首先社区活跃度本身就不高 然后出了问题 我们自己的语言站也 大家的语言站也都比较窄 或者人数少 不够丰富 这时候修起来也都很复杂 对 然后那还有包括卡夫卡呀 RabbitMQ呀问题特别多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吸引我们的一个点 然后轻量级客户端和计算层是直连的 也就是这两者之间是完全无状态的 那我们要做客户端的切流呀 或者干嘛的时候 其实完全不用考虑消费是否消费完之类的这种事情 是和存储无关的 就像摘一个RPC一样简单 通过计算层 中间加了个计算层 下面计算层才会直接和存储层进行连接 然后存储层我们现在支持了三款 一个是RabbitMQ 一个是卡夫卡 以及我们自研的延迟引擎 然后卡夫卡的话 只代理了部分在线系统的流量 大部分离线的场景 其实如果过我们PROX 其实从经济性上 以及生态上 生态的完善度上 都是不太合适的 所以这部分Events Proxy 还是聚焦于在线业务场景 那为什么卡夫卡还有在线业务场景的 是因为比如说搜索 推荐 他们是本身基于一些数据引擎做的生产的流量 那生产的流量或者消费的流量 他们都是基于卡夫卡玩的 所以他们很自然而然的生产到卡夫卡 而在线业务系统又是别的部门的 它用的又是RabbitMQ举多 那你要让这两者每次交互的时候 所有项目里都维护两个客户端 一个是它学习成本很高 一个是说适配成本也是相当高的 所以说卡夫卡也是 我们代理了一部分在线流量 那最下面是一些Connect和Streaming服务 还是基于说生态以及说经济性的问题 我们还是直连存储的 左上角是我们的服务发现 这个服务发现是指什么呢 就是用户写代码的时候 再也不用填集群地址 也不用填集群名 它只需要写topic是什么 group是什么 它就能往里面发消息 或者去生产消费消息 那具体它发往哪里 那是我们服务发现去决策的 这样对用户来说 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改造 也就是说可能它写个代码 写个三行 new个producer写个topic start就可以完了 然后左下角就是控制台 控制台我们是我们的 对用户的门户 以及我们的运维管控平台 整体架构是这样 和滴滴那个很类似 但是我们做了特别多的改造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当时选了proxy呢 当然它优点和缺点都有 优点呢 首先看一下对用户有什么 首先是业务扩容效率非常高 以前它扩容需要来找我们扩分区 那现在它扩容了之后 马上流量就打过去了 他们再也不用管说 我有多少个实力 或者我有个多少分区 是否匹配 都不需要管 第二个是单分区 支持了更高的消费频发度 以前一个分区只能被一个消费者消费 那有的业务 它的处理逻辑比较慢 它又需要扩分区 这本身是一个经常 我们的运维工单里 常见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支持了这个之后 他们几乎都不需要 感知分区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比如说 可能十个一般业务够用的话 它的扩缩容再也不需要关注 是否要破了 然后第三个是流量更均衡 因为我们做到是消息力度的流量均衡 所以不管是各分区之间的数据不一样 或者说消费者和分区不匹配 那对于用户来说 流量都是更均衡的 反映在业务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CPU它可能 大家都是35% 而不是说一个70% 一个10%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好处 是更少的rebalance 也就是之前举的那个400个实力的例子 它重启一小时 但它的曲线其实是平滑的 再也不会有说过会儿一个凸起 过会儿一个坑 同样轻量级客户端也很少需要业务配合升级 我们自从最新的一个版本稳定了之后 我们不管新增了什么开发了什么功能啊什么的 客户端都是不需要更新的 它们就马上不需要升级 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收益 另外我们除非是有bug 或者新增了业务层能感知到的API 否则也是不需要升级的 最后一个是我们因为统一了 Rocot Amico Kafka或者延迟引擎的API 所以它其实API是和产品无关的 用户只需要学习一次 就可以进行生产消费了 然后这样的话用户学习成本还是相当低的 包括其实我们真正深度优化的时候有好多参数嘛 你Rocot Amico怎么优化 Kafka怎么优化 这种成本对于它们来说都是非常高的 那再看一下对维护者我们带来了什么优势呢 首先是因为本身就是存算分离的架构嘛 所以存储和计算是可以单独按虚扩缩的 包括Rocot Amico现在也是支持了可分可合的存储和计算 那同样其实大家的好处都一样 第二个是更容易支持多语言 像刚才讲过就是可能一个语言属手 一周就可以把一个SDK搞稳了 第三是避免存储直接暴露给用户 这个不暴露给用户有什么好处呢 就比如说我们要升级或者说哪怕说哪天我们自研了 甚至说要替换一个引擎 那用户都是不需要做任何变更的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说存储这边连接数少 因为客户端连接的无状态Proxy嘛 所以我们迁移都是很方便的 然后再一个是很方便的控制流量 比如说我们之前如果没有这套系统 业务可能平常没流量 尤其推送者突然来一波流量 结果把那个接收请求的Q给打满了 打满了之后结果光影响了它还影响了别人 别人的请求也被锯掉了 那这种都是隔离性没做好的一个典型吧 那我们有了这个限流了之后 我们就相当于有了Quota机制 也就是说你能生产十万那你就最多十万 你剩下流量我就锯掉了 但我们的系统是能够保障 单秒处理十万个请求以上的 那这样的话其他业务至少不会被影响了 所以在隔离性上是保障了的 另外一个是就是灵活的调度 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集群迁移到另外一个集群 这个集群可以是物理上的 甚至是多云的集群 都可以很方便地迁移过去 而业务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还有一个 其实也是特别大的好处 也就是我们立项的最初的一个 第一个动机 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业务给我们提需求 他们测试效率很差 那需要提供永道 或者说后面需要提供消息轨迹 甚至公司内的全链路追踪 那结果我们要Rocatomic开发一遍 卡布卡要开发一遍 这对于我们的人里都是一个黑洞 那我们有了这款系统之后 所有的功能我们只需要开发一遍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说 我们开发了哪些典型的能力 来支撑这些业务需求 以及我们在可观测性上和稳定性上 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 下面挑一些典型的简单介绍一下 一个是跨云夺活 跨云夺活这个我们实现了 对用户无感知的跨云夺活 也就是说用户他只需要写个topic 起来就好了 他也不需要管这个流量到底是怎么过去的 要需要配什么集群地址也不用管 那我们底层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云上的集群 那对于用户来说他怎么决策流量呢 他在我们控制台配个路由规则就好 也就是说我要用这两夺云上的集群 那就可以了 那自然而然他的流量会可能各百分之五十 跑到不同的云上 这个实现了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当一朵云挂了 这个挂了不一定说整体挂了 可能说某个环节挂了 某个核心系统依赖了什么挂了 那我们需要把流量从入口 就倒到另外一朵云过来 那以前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业务需要怎么做呢 改集群地址或者我们改了真实的地址 让业务全部重启再过来 对吧 总之是感知特别强的 还要考虑原来的消息是否被消费掉了 那有了这套系统之后 我们直接把路由一摘像一个Rpt 它指望新的集群生产 消费的话它能恢复就自动去消费了 恢复不了 那就等恢复就好了 这样一个跨云多活的能力 然后跳着看吧 接下来接下来服务发现 服务发现我刚才也讲了比较多 就是它是实现我们跨云多活的一个根基吧 就是业务再也不用硬编码集群地址 对包括我们的永道也是通过这个服务发现去发现 因为后面会介绍一个永道 它是需要感知还有哪个环境的Grope在线的 然后延迟消息的话后面会有个详细介绍 这儿先不展开了 然后延迟消费的话是和延迟消息不太一样 延迟消息是在生产者生产的时候就决策 这个消息什么时候能对消费者可见 而延迟消费是单个Grope去控制我的这个topic 什么时候可以消费 这个在很多典型的场景比较好使 比如说我MySQL的Blog同步 我主从分离读写 然后我去读从的时候发现没数据 那这有问题了对吧 我又不能说 其实我又不是强的一致性的 我非得去那个主场去查一下 或者我强识效性的 我马上写完就要查 那怎么保障这个事情呢 他们就配一个延迟消费 比如说我Blog同步可能是一分钟以内至少 可能是秒几秒三五秒就追上了 那我就配个一分钟或五分钟之后消费 那我再从去读的时候就没问题了 也就是我消费下来消息不会再发生说我查不到的问题 然后消息用道过会儿也详细展开这里先跳过吧 优先级队列在我们的一些特色场景还是相当于优势的 和那个见名之意啊 就是它的消息是可查对的 无论它是否是后来的 只要它是高优的 那它就有权查对查到前面去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分布式限流 分布式限流之前也简单提到过 就是一是保护下游 二是保护自己 然后我们做到的是全局的分布式限流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申请了一千TPS的限流 它是全局的 也就是说业务你五个炮的也好 十个炮的也好 它总限流还是一千 因为它的语义不是说单机上多少 它就是为了保护下游系统 别人给了我多少Quota这个语义 然后消费者动态启停也是一个很好使的姿势 这个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就是比如说我写了一个bug 上去了之后 持续地再产生脏数据 那我要怎么止损呢 因为我这个可能不是核心电路 那我赶紧先暂停 暂停了之后开始修代码 修完了之后上线再起用 那这时候我恢复了之后 其实因为我立马暂停了嘛 所以我的脏数据很少 后面我去修数的工作量也会很小 假设没有这个能力 那我就只能要么改代码下线重发布 要么就是那我就等着可能一直生产 我赶紧一直在消费产生脏数据 然后赶紧修代码去完上线 总之它的那个就是影响面是很小的 另外一个说比如说我是一个非核心电路的消息 流量很大 但是把下游给打挂了 下游强烈让我停掉我不能改代码 对吧 所以这个能力也是特别有效的 点一下就暂停了 顺序消息我们也做了一些扩展 像原生的顺序消息 我们一个可能路易到一个partition中的消息 都会被只能被一个消费者去消费掉 那在我们的认知里就是我订单A和订单B 其实本身没有任何关联 对吧 我订单A的消息没消费 不然订单B什么事 那我们就实现了一个按K有序的能力 也就是说 那TOPIC A消费的消息没消费完 TOPIC B 哦不是订单A 那订单B继续可以消费 从而对顺序消息的并发度也做了一定的提升 还有一个能力是自动GP 自动GP是从卡卡那边借鉴过来的 Rocadamico原生的是可以发一个集合 但是这对于可能后台系统 就是零线系统还好 对于那个在线系统 比如说我接了一个RPC请求 你让我自动自己去等请求去聚合 我还要决策什么时候返回一个用户 我还要写那种一部callback的逻辑 那他还要保障那个请求不丢 这个对于业务来说 其实开销是很大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对用户透明化 就是他可以无脑地去优伤的 然后我们去自己帮他做自动GP批量发送 然后等成功了再毁掉他 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无感知的 也不需要自己实现 自定义消费从事策略 这个是提供了更灵活的从事语义吧 也就是说可能你秒级的从事也好 或者说你小时级的从事也好 他都可以自己去控制任意的 然后可观在这部分介绍一点 一个是全链路追踪 在我们没支持之前 因为RPC一般公司都支持 那支持的时候业务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我链路上出了问题 我一下就可以看到 但是因为经过我们NQ之后就断掉了 那相当于它的这个意义就没了 所以我们在NQ上支持了全链路追踪 那对业务来说有什么收益呢 就是我发现一个请求超时了 从端上那边就看到超时了 那经过这个全链路追踪系统一查 发现是哪个哪个环节有问题了 那我们NQ把这个链路串起来之后 它就能一下定位到环节 也就是说业务定位哪出了问题 只需要秒级别就能定位出来 第二个是消息轨迹 因为我们抽了一层Proxy出来 所以原来的消息轨迹其实是就不好使 然后另外一个是按我们的思路就是 我们认为消息轨迹的消息本身和业务消息价值不太一样 那消息轨迹我们其实是可以低保的 然后业务消息是需要高保的 并且说我们还可以做针对性的优化 比如说消息轨迹假设我们存储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廉价的大磁盘存储 然后全鸡群的可能几百万每秒的消息存下来 你要说按原集群的那个机型去存储 那特别贵 我们集中起来 一个是说可以批量去聚合发过去 另外一个是机型也可以做一些选型 然后同样的其实有一些不必要的属性 我们其实可以去掉的 这样的话因为本身如果消息轨迹本身消息比较小 可能一百字节全存下来了甚至不到 结果属性价材也一百字节翻了一倍对吧 所以这部分也可以做一些定制性的优化 那同时因为支持了卡夫卡 所以卡夫卡也支持了消息轨迹 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 那用卡夫卡的客户 他也会要求卡夫卡团队再支持一个消息轨迹 然后还有个上下有血缘 也就是在我们平台上可以看到一个topic或一个group 生产者是谁 消费者是谁 这个谁是指服务级别 然后每一个的版本以及IP全部都能看到 那这样在业务推动业务做一些迁移或下线 以及我们平台做一些治理的时候 都是很方便的 而且这个量是百分百全量的 也是准确的 因为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发现这个系统拿到的 然后在监控买点呢 我们也在服务端和客户端都买了很多点 也就是对业务来说什么效果呢 就是我的生产消费的成功率 失败率以及耗时都知道 假设我发现哪儿系统有问题了 我一看它耗时涨了多少 达一时间也会做很多 也觉得它可以去自查它的逻辑变慢了 而不是说MQ怎么了 然后最后简单介绍对账监控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其实实现非常简单 但是对我们的意义特别大 怎么说呢 它实现的是一个探真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证监控服务 在模拟业务去生产和消费消息 然后这个消息也不是无脑地去生产 它就是感知了我们每个集群 它是完全的端到端地监控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链路上出了任何问题 网络断了也好 磁盘版了也好 或者说我们进程变慢了也好 挂了也好 它都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而如果是我们自己通过broker 或者一些基础监控指标去做监控 这个在很多场景是覆盖不掉的 那通过对账监控 其实我们在实践中也给我们自动发现了 好多我们没有监控到的业务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如果业务反科问题说你们有问题了 我们一查我们有问题了 这个体验是特别差的 这样的话我们基本就是可以先于业务发现 然后马上止损 然后包括我们新增了机器 新增了机群 马上都是可以立马监控起来的 文内信的话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介绍一个吧 就是主通切换 虽然社区也有主通切换 但和我们的诉求也还是略微有一点出入 比如说它是做到它无脑切换的 但是我们日常运维过程中 其实我们认为 我明知道我机器没挂 那我就不想丢嘛 那我们就实现两种 一种是说我们运维 包括重启 或者说要换机器 主存切换的时候 那我们是让它不丢的 也就是我们会等待为点追齐 才进行进行 才进行切换 对 然后另外一种是说 当我们进城挂了半夜的 或者说机器挂了 那我们也是可以自动主通切换的 这样的话两个维度 可用性我们也有了 然后我们在日常用的也不会对业务造成一些困扰 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吧 那下面会对一些重点场景做一些更为详细的介绍吧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跨云夺活 也就如右图所示吧 我们可能在两个region 最上面是region吧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两夺云 然后左边是一夺 然后右边也是一夺 那我们客户 用户可能流量两边各50%日常情况下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events proxy 把流量生产到broker 然后我们broker怎么部署呢 就是一组两重 比如说以class的1 左边这个绿色的class的1举例子吧 slave1是同机房的一个slave 这个做什么 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我们的读写分离 老数据去slave读 然后slave2做什么 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当region1 就这颗云挂掉了之后 那我们的slave2还是 一是可以提供读的能力 二是说做数据的栽培 也就是说 我哪怕A云的机器全坏了 那我们的slave2反而是有数据的 同理这个在region2也是 右边是个class2 红色这部分也是一样的结构 那从单个云来看 比如说左边这个region1 我们有了class1的master 和class2的slave2 那这两部分其实各有50%的数据存储 也就是合并起来 我们就是全量的100%数据 所以在单个机房内 我们的可靠性是保障了的 然后可用性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只要你一朵云不挂 我们的系统就是run 可以run的 然后再下面是一个mirror mirror 主要解决什么场景呢 是数据场景 比如说有些数据业务 它不能像我们在线系统一样 说我A机房消费50% B机房消费50% 它可能要 一个是要起两个任务 另外两个数据不全 它用窗口去统计东西 它统计的是错的 它要二次聚合 这个一个是成本问题 一个是本身实现 基本就不具备可行性 那所以他们需要单机房有全量数据 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比如说如图中所画 按左边看 我们可以从 Class1消费50%数据下来 Class2消费50%数据下来 然后经过墨值 墨值到Class3的集群里 那这样的话 这种数据业务 可以直接去Class3去消费 因为我们的数据业务 对MQ来说在公司内是相当少的 所以这个成本就相当于 比直接构建那种 全部的这种固定组合就好多了 比如说我们很多集群 都可以只用一套这种Class3去解决 所以这个成本是没有变高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跨云传输的问题 也就是既然我们 比如说绿色这部分 既然Slave2已经跨云 传了一部分数据 一半的数据 然后Class2 第二的Slave2也是从另外一朵云 搬过了50%的数据 那我们这次Mirror就不需要去跨云了 否则那就是二次传输嘛 那我们其实可以去控制路由信息 从Slave2去消费 然后这样的话再落到Class3 避免了跨云的二次传输 这在带宽的成本上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然后呢 有些数据业务它还要做双火 双链路吧 也就是说A云和B云 它其实两个任务都需要跑 因为它是P0的任务 那它可能两边都要全量数据 那怎么玩呢 一种是按我们现在的这个思路 就是两边都起Mirror服务 然后就进去消费数据 这个是免贷宽的 还有一种是说 我Class3有了全量数据 那我是否可以用一些Mirror服务 去从Class3拷贝一份数据 到右边的Class3Mirror呢 这是可以的 但是从经济实惠性上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我们已经跨过一次云了嘛 所以目前可以采用这种架构去降低成本 然后在这个整体多活的架构下 我们也实现了一些优雅的策略 比如说生产优先策略 那比如说上面的 我们也很少去跨云去生产 本身RT比较高 另外一个是说 我们跨云还要收费 对吧 所以我们就实现了叫生产优先的策略 也就是就近生产 如果就近的集群坏了 那我们自动可以再给另外一个集群发 这样一个能力 另外一个是灰度切流的策略 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从一个云切一部分流量 到另外一个云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如果直接暴力切 可能一下有问题了 直接就全挂了 一半的流量被影响到了 那我们就灰度切流 灰度切流就可以控制整个的爆炸半径 也就像切1% 没问题再切10% 这样陆陆续续切过去 然后第三个是服务力度的一键切流 这个怎么说呢 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是什么效果 我业务出了问题 比如说我们发生过的 我依赖了腾讯OSS 有了问题对吧 那我们核心业务要迁移 换到另外一个云上 结果发现我要梳理 我项目里有几个topic 可能有20个 然后再一个一个点击千亿 那这个成本是 一个是成本特别高 效率很差 处理非常非常长 另外一个是 我也可能梳理错误了 梳理漏了 也只损不了 所以我们实现了 服务力度的一键切流 也就是说我们把topic group这些东西和service 是绑定了的 我要一键把这个服务的所有topic 从A云切到B云 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数据同步 刚才也介绍的时候 顺便带了一下 所以这里就不继续讲了 接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实现的延迟对列的一个结构 首先它实现的一些特征是 一个是秒级精度 这个其实和云上 或者说现在新版的RobotMQ 是对起来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任意时长 这个时长其实可以做到一秒以上 甚至虽说是任意时长 但我们为了控制存储量 一般是三十天 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接到三十天以上的需求 包括有些可能你提一个 说三个月 这种其实是不合理的 所以它快到一个月再扫表扫进了 这样成本也是最低的 第三个是我们对高可用和高可扩展 这个系统也是满足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隔离性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当时非要造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我们也是踩过坑的 就是我们想做到topic和尖的流量互不影响 我举个典型例子 就是比如说topic A 可能白天慢慢地生产消息 按1000TPS生产不高 对吧 然后生产了一整天 根本不是一整天嘛 可能生产了半天 它生产的都是明天早上十点正要到期的消息 那这时候十年整可能有几千万上亿甚至更多 那基于定时的系统 它说我那一秒 要把这个topic东西的消息全发出去 这是不可能的 那但是我topic B和topic A没有任何关系 我可能业务又非常重要 但我只有几条要发出来 你又把我阻塞了 这个其实对于topic B这个业务是很难理解的 并且说本身就会造成故障 那我们是 我们就实现了一种隔离性 也就是说topic A的消息 如果在一定量之上 那就是会有异步的逻辑去做 然后topic B 继续会跳到topic B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在申请专利上 所以系列我不太多讲 后面会公布到我们的技术公众号 把详细系列公开出来 然后这样会简单介绍一下流程 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是通过proxy把我们的消息 就生产者吧 生产者通过proxy把我们的消息 生产到一组叫delay topic中的分片topic中 这是一组内部topic 内部topic的消息 对真正的业务topic是不可见的 然后为什么要分片呢 就是为了实现这里的叫可扩展 也就是我们容量不够了 继续破一组topic 那就实现了容量的扩展 然后由这个delay server 去把它消费下来 并且做定时 然后等到期了之后 再去发到这个busy topic 也就是业务topic中 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定时 然后我们的所有工作 其实是在这个delay server上做的 然后这个隔离性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和开源或者说其他厂商 不同的一个点 然后介绍一下消息永道 消息永道可能很多 比较成熟一点的公司都会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效果吧 就是左上角叫set环境 是我们公司内部对测试环境的一个称呼吧 比如说我serverA掉serverB一直掉到serverE 然后假设有个叫最下面个人环境3 这个个人环境是抽象出来的什么呢 叫逻辑环境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和某个人 我们俩搞一个个人的环境 让我们的流量和测试环境不要有交集 这样就不会发生争抢了 这是最原始的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套蓝色的环境 我们自己调用就好了 但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链路有5个10个 这在一个是资源成本受不了 一个是协作效率上也受不了 我要每个同学给我布个环境 这不可能嘛 那我们实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比如说以个人环境2去例子 Servor A2它掉的流量是红色的 红色的流量它因为要掉Servor B 结果Servor B没有这个颜色的服务 那它就会路由回基础的set环境 Servor B 然后Servor B掉Servor C的时候 又发现这个有链色的环境 它又会把消息补出来 依次类推它直接可以往下串 这样可以实现一个什么很好的效果 就是当我A和C同时有一个需求 需要我俩去改 但不涉及Servor B的时候 那我俩又要连条 那我就可以这样 对 然后并且说我A2 就是这个红色的消息 生产出来的消息 一定会被我的Servor C给消费到 而不会被上面的那个Servor C给抢走 那我们怎么实现的呢 首先是说会有一个消息染色流程 我们的流量会在请求入口处打标 比如说HTTP和RPC是我们的两大主力的源头 当然MQ也是一个 MQ的自己内部生产也是一个源头 都会进行消息的打标 然后我们的颜色标签是通过Servor Local 持续向下透传的 那等我们打了标签之后 在消息存储的时候 会把这个颜色信息存储到消息的Properties里 卡夫卡会存到Header里 然后都会存储到持久化下来 等消费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颜色解码出来 解码出来继续进行透传 同时在消费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些消息过滤 比如说右边这张图 看右下角吧 右下角我们当一个红色环境的Group A 这个对用户是无感知的 用户只会想着 我起了一个红色环境的服务 我代码中也叫Group A 但是我们在SDK中 会给它拼一个叫标签 比如说RAID警号Group A 那它区别于这个 左边这个绿色原始的 测试环境的Group A 它就Group不同 那基于这个模型 我们其实每个Group 都能消费到全量 套一个数据嘛 所以我们在这时候 只需要做一个消息过滤就好了 比如说 红色这个消费者 只消费红色的消息 其他全部丢掉 然后绿色这个因为是测试环境 它检测到红色已经有人接管了 那它就把红色的消息绿掉 但说无色的消息 无色的消息本身就属于它嘛 然后假设还有个什么绿色的消息 那绿色的消息也需要被它接管 因为红色的没有 对 为什么要这样实现呢 因为像之前那张图一样 就Server C还等着它 Server A的消息 虽然路由回B了 但Server C还等着 所以它还要路由出来 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然后具体我们怎么发现呢 其实我们上面有一个Discovery 也就是说我们在Discovery上知道 会有这样一个涌到环境起来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左上角发布系统 就是业务在发布这个个人环境的时候 就会跟我们的MQ通信 这个是易步的 通信了之后 我们通过我们的网通平台 会给我们的原信息管理系统 把这个东西通知过来 然后Discovery上这边就感知到了 有这样一个红色的环境存在 然后当它的红色环境下线了之后 我们又会把它销毁 从而实现了一个动态的流量接管 包括现在在一些快上线运发环境 有些业务也开始有这个需求 因为比如说它可能 大家回归不同的版本 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后面也会探索一下 线上的这个能力 因为线上可能和Zate考虑不一样 当我们判定是否有人接管这个过程 本身之间是没有锁的 对吧 所以是容易漏掉 所以这个在线上 可能要由另外的时间来满足 最后的话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优先级对立 优先级对立点型的场景是 比如说我们的直播业务 直播红包的消息 其实是需要优先 与直播间的闲聊消息 或者一些其他的表情包 什么的更优先 那我们需要把红包的消息优先推给它 然后另外一个是报表数据 当一些不管是T加1或者实施的任务 任务完成之后需要铲出报表 然后数据平台需要把这些报表的最终生成数据跑出来 然后缓存到平台 然后平台就可以有大盘进行看 但是这时候发现 虽然说它的报表先后顺序 不代表它想产出复的顺序 因为报表运算是和计算快慢有关系的 但它要的是业务层面的 我重要的报表先出来 我重要的后出来 当然说当我计算资源闲着的时候 我低优的还是可以尽快消费 因为我的报表可以更快出来 对吧 那这个和业务自己通过多个topic实现 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我通过Test Topic A 来个高中低优三个topic行不行呢 是不行的 因为它那个不具备消息级别的争抢 也就是说它只能通过限流 限制一定的quota 但不能说我有高优消息 我全部抢占 或者说我有低优消息 但是我没有高优消息 我低优也要尽快地去消费 它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样的话 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平台的应用里 它对一些特别核心的报表 都是可以插队阐出的 那我们也实现了两种策略 这不知道挡不挡 策略的话 我们实现了一个是绝对有限策略 也就是严格按照高中低优 来获取消息 另外一种是说防饿死策略 这也是我们的长连接服务 就是直播推送是通过长连接推送的 它给我们提的需求 就是可能它虽然想要高优的消息先消费 但是不要把低优的给饿死 否则会有客诉 比如说我发了一个不重要的东西 结果没人理 或者说没响应 对吧 也不一定饿死 这个细节的话 简要介绍一下吧 然后我们存储的时候会把 我们没有给予多多个去实现 我们还是按不同的分区去存下来的 比如说优先级1 优先级2优先级3 我们就会存到对应的我们哈希过来的Q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控制了那个rebalance逻辑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rebalance的时候 我能让Q1 每个Q的Q1比如说是高优的 那我让每台机器都有这样的一个Q1 每台机器也都有Q2 每台机器都有Q3 而不是原来的全排序的rebalance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假设的消息是等量的话每个Q里面 那我都是先去取Q1 然后再去取Q2 再去取Q3 所以在整体那个优先级也是保障了 然后最后呢做一些展望吧 这个一种是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期望 一个是对我们公司内的一些展望 一个说现在我们认为啊 就是消息流事件 虽然看起来慢慢地在融合 但是其实怎么说 怎么说呢 就是只能叫支持 但是并没有支持好 每个系统依然还是更擅长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消息的更擅长消息 流的更擅长流 然后事件的也是和那两者沾边 对吧 那未来能否更好的融合 让我们用一个系统 或者叫一个生态去把它解决了呢 解决好不是解决 不是说支持 对 这样其实我们认为是一个趋势 因为对一些团队用多款引擎 这样的一个开销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效率上 也是有一定提升的 另外一个是云原生化 云原生的话 我们现在匹配到了两个比较收益大的点 包括业界现在都在做的 就是分层和存算分离 分层的话 其实对RocketMaker也带来了一些很好的优势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于TOPIC 对吧 对于TOPIC可以保存独立的消息市场 然后说我们消费老数据的时候 有效性也是更高的 而不像以前一样 取出来可能4K的消息 就100B属于我的 这种事情也会变少 对 然后存算分离也是在成本测 也大大提升了这个 降低了我们的压力吧 然后运维测也是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这块其实业界还需要继续往前发展 包括我们公司吧 第三个是数据集成 这个主要还是说我们公司内吧 因为当然开源其实也很难说支持好 可能大家经历不一样吧 然后我们公司内部的 因为也有一些自研产品 所以我们要打通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基础产品 这样的话业务的事件在不同系统之间 可以很便捷地流转 其实在业务收益上也是相当大的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新硬件的探索 也就是 其实现在的一些基础架构 其实都是在十年前甚至十多年前确定的 那现在有了新硬件的 新硬件的发展 其实和十年前完全不能比 所以其实基础新硬件 我们其实可以探索出一些新的 特别符合业务场景的需求 或者说是架构上的一些升级 包括现在云原生化其实也都是 因为对象存储这种的发展 以及快存储的发展 慢慢地在演变的 然后比如说持久内存继续地发展 然后我们能探索出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 能满足业务诉求的特性 其实也是值得期待的 最后一个是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的话 因为公司现在在发展 然后其实数据安全也越来越重要 像很多公司开个什么会 结果别人竞品已经知道了 对吧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全链路上 包括业务系统以及基础平台 怎么保障我们的数据安全 这个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可能一个简单的认证机制 是不一定能满足的 尤其一些核心数据 各种加一些明细的审计 甚至更完备的数据安全保障 都是值得探索 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这些吧 感谢大家的聆听